花样年至按时刻 2.06亿美元票据为约 12月还有5.4亿美元债贷偿 一笔于2亿美元票据为约 撕开了百强房企花样年控股资金紧张的一道裂口 10月4日晚间 花样年控股公告称 于要约收购完成及注销购回票据后 本金总额为5亿美元 2021年到期的7.375%优先票据 剩余未偿还本金额约为2.06亿美元 对此 会声国际融资总裁黄丽冲对记者表示 通常情况下 如果一个月内能偿还的话 可能只是面临伐息等情况 尚不属于全面正式违约 如果11月4日以后仍未偿还 就可能触发所有美元债连贷违约 尽管花样年还有一个月时间筹资偿债 但该公司已出现的债务预警 以波及当前其与碧桂圆服务的一笔出售交易